爱你瞎快门八百怪典 我说我干脆以后就拿拍照赚钱 然后音乐做我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毕竟做音乐不是赚钱 做拍照 所以在你以后的规划当中 还是会以摄影作为主业 然后来实现你的音乐梦想 对 只要音乐一天没养头 就老实实的拍照拍视频 老实实的去做时尚相关的 当时去北京上大学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去北京玩音乐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搞了一支乐队 大家关系都不错玩挺好的 然后想去北京继续玩音乐 结果在搞好完之后 大家填饱志愿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北京 最后没办法在大学里面又搞个志愿队 然后大家一起玩 然后最后就慢慢的玩了一年多一点 然后就散了 最后没办法自己就研究导古 怎么自己做音乐 自己做编曲 然后就搞设备在寝室里自己做音乐什么的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基本巧合之下 去一家唱片公司当制作人 然后写歌 然后编曲 然后给一些歌手 没有名气的歌手 一些歌手然后做音乐什么的 然后就后面发现 这个跟我想象中的音乐的行业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做的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做的是一些 很商业化的 不止商业化 就是我很不喜欢的音乐 很厌恶的音乐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据我喜好去做的音乐 就完全逼自己去做的 然后到后期一段时间 然后老板发现我写广告歌写的挺快的 然后写的挺好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挺简单的 就过那些什么快餐店 还有一些房地产的广告歌什么的 老板觉得我写的挺好的 那挺正前那就让我写广告 我就变成每天在写广告 然后做广告歌 机缘小哥之下也是在长远公司 然后我那会儿给我一个小师妹 然后做了一张专辑 那个是我倾注心血做的一张专辑 等于是我第一个独立制作做的一张专辑 然后最后这小师妹专辑 因为自己的问题算发不了了 然后专辑都做好了 但没有拍分辨照 然后大清早早上 然后开车去雪山给人上 然后给他拍的分辨照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拿戴上相机拍照 然后就老板觉得这个还不错 休暇还可以 然后就这么就专辑就发了 然后后面就想到 反正过了段时间 就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然后那会儿 然后法国留学 好像是一个大力开启的状态 刚开启 然后就学了发语 出来留学 然后来法国留学 我能想到就是来学摄影 所以来之后 学完语言之后 就顺劲成章去学摄影 然后学摄影什么的 这些都很顺利 还算还算很顺利 然后自己在家还是自己玩音乐 自己弹琴 自己写的歌 给朋友写的歌 这个事已经没落下 然后就是到了 就是到今年了 到今年之后 我之前很忙 就是工作真的是很忙 你想玩音乐 就时间不多 你不会有时间沉下心来认真玩音乐 就像到了去年 2020年的时候 然后不是第一次法国封城吗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就是让我认真写歌的机会吧 然后因为这几年不是说唱音乐 说唱然后嘻哈什么的 HIPHOP 在国内中 HIPHOP做的比较好吗 又比较好吗 我是不排斥任何音乐类型的 我觉得好听的音乐 都是有它的共同性的 就是好音乐就是好音乐 所以我 我刚好顺便也有 玩HIPHOP的一个小伙伴 然后就说 大家要跟人一起玩一下 其实我是从20年的1月份 可能是 然后才正经开始写HIPHOP的歌 但是之前还是有音乐底子的 这个是有关系的 然后解放过之后 是什么时候你们成立 你们底的唱牌的 就是我们那会儿 看完演出之后 大家一起然后就说 我们要不也一起搞个唱牌玩一玩 然后一起搞唱牌玩 然后那会儿一首歌都没有 一首都没有 然后我们那会儿就约在了 就看完演出没多久 我们就约了一个酒吧 那会儿还没有分成呢 酒吧还开着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先聊聊 就是说搞唱牌 对那天决定的事情 就是厂牌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决定 我们就叫努亚史这个名字 然后就这样 就等于厂牌成立了 你们一共剩几个人 成立的时候我们有四个人 四个人 你们其实都是有自己主业的工作 大家都是干什么的呢 有学生 有学金融的学霸 有学生 然后还有奢侈品店的Sales 然后还有专职的导游代购 然后还有我摄影师 反正就是 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也不是各种各样的 涵盖了在巴黎的集中人 对 涵盖在巴黎的集中主要职业 对 职业代表 就是大家搞这个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边做音乐 和在国内做音乐 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当时我就感觉国内音乐环境变了 就是你不像原来了 我原来在国内十几年前 做音乐的时候 那个真的你不知道大家想听啥 你觉得你音乐是先进的 是好听的 但你在市面上听的都是些事 都是些垃圾 就是你不管放到任何时刻来说 有些垃圾歌就是垃圾歌 对不对 你就没办法说这些狼爱上羊 什么的 我记得错误清楚 我有一年参加中国原创歌曲大赛 进了前50 然后被这个狼爱上羊 当时拿了冠军歌去PK搞料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 我就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我可能对音乐理解是有问题的 我当初开始怀疑自己了 然后我觉得当时音乐环境不好 而且当时我做音乐的时候 在国内十几年前 就音乐人赚钱 原创音乐人赚钱 做好自己喜欢的歌赚钱 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而且你要做摇滚相关的 那你真是比谁穷谁惨 你才做得好 其实现在就中国的音乐环境 就HIPHOP音乐的环境 我觉得其实要比国外好很多 怎么说 国外特别是法国 因为现在从我搞HIPHOP 到现在演出场地不让演 具体什么情况 HIPHOP演出什么情况 我说实话我是不了解的 但其实你要在美国 在其他国家 HIPHOP演出 大部分地方你都是要给场租的 而没有那么多地方 让你免费演出的 除非你有名 但你有名之后 你是另外一个方向 跟我们现在讨论是不一样的 但你现在在国内 你但凡写的歌还可以 多写几首 你发发网易云 发发抖音 这些平台都是免费的 你但凡有些关注歌还可以的 你去演出 抛头露眼机会是很多的 而且没有场地 是问你要唱租的 但凡你的歌 发自内心的 制作 你不用太精良 你制作是一个符合水平的 好歌 大家就会喜欢听 而且你只要有人喜欢听你歌 你就会受到关注 受到关注之后 你想变成变线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大家对音乐是很宽容的一个状态 中国市场对音乐 我那时候就给我搭档说 我说真的是现在做音乐 对音乐人真的是太好 做音乐太好了 那你有想过 比如说你们这个厂牌最终的目标 实际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不敢奢求 真的不敢奢求 但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 肯定有想过 我个人 不是我们厂牌 就是我纯粹代表个人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我能站在台上唱歌 我能在音乐节唱歌 我能在底下很多人的音乐节上唱歌 这是我的目标 然后一步步的实现 你就得需要先唱 然后在台上唱 很少人台上唱 室内台上唱 外面台上唱 音乐节台上唱 这是一步一步 反正就我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演出 就是能让我演出 我每次在台上上台演演出演一次 我就觉得我真的就 所以你就是很享受在台上的那个感觉 很享受 让我就感觉全身血液换人一心 感谢观看